學歷,只要博士問文事件,會不會想要幫胡市長反加一下 坦白講,那件事情我連看都沒有看 哈哈哈哈 他只要學歷是真的嗎 最近都在討論學歷,哇,我看我煩了嗎 第一次還要我聽事件,大家就會看一看 那他張善政黨不想要贏 那他那個,連看都不想看,算了 因為現在就是最近在質疑,胡市長他四年就取得博士學歷這個部分 所以你怎麼看他們現在都是全面嘴上的事 那你會意外嗎 哈哈哈哈 好,我們把握時間說,市長你怎麼來看現在市長院長 市長院長昨天在這個立法院說,靜電視的這個案子不必去追查 那檢調還敢查嗎?還是集結來大陸葬事 這件事情我倒是要,要聲明 靜電視或靜新聞這件事情,其實他很嚴肅的事情 理論上,如果裴維這樣講,小英總統應該出面告他 然後蘇貞昌應該要馬上啟動司法調查 那讓檢察官介入 那個錄音帶拿去做聲聞辨識嘛對不對 那到底事情是怎樣?這個要處理啦 今天人家指控你們,你們總統跟行政院長直接在控制媒體 這是很嚴重的控制 結果你們都不講話就是默認啊 那你也不採取 不然你也不採取任何行動 那你台獨就行了,不然你是要怎樣 太傲慢了啦,我跟你說 這事情不是這樣 這個氣人太...哇,我這台獨不得了 這台獨不得了 這台獨不得了 這麼傲慢了 他應該是這樣說啦 一切公開透明 展現出來給大家看來解釋嘛 這最重要的嘛 那到底問題是在哪裡 只要因爲公開透明大家來看 公開透明就聰明了 他就要公開透明了嗎 聰明了啊 哈哈哈哈